餐厅内坐满了客人 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一位正在买饮料的女士 就站在了收音台旁 近距离目睹事情的发生 她会是第一位介入的人吗 女士似乎没有在意 面前所发生的事情 专注地寻找开瓶器 但此时周围的顾客 开始注意到这边的事情 不停地望向收音台 他们究竟会不会给予帮助呢 我们内部能热 就是在这个微波炉 一两分钟的时间 你帮我热一下 那很忙就好啊 就只要天天不能热 上来就这样 这样就这样 这时 刚才一直没在意的女士 突然回头 简单地劝说后 她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或许不知道该如何帮助 女士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但她常常回头 时刻关心收音台的动态 此时 一位身穿蓝色外套的男士 突然加快了吃饭的速度 工作你帮忙 请不请来喝一下 你帮我热一下 她起身走向了环卫工人 她会给环卫工 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我帮你去 被电厂留意一下 我帮你去 被电厂留意一下 男士 没有都和店员争执一句话 直接带着环卫工人 走向了便利店 见环卫工人 似乎有所顾虑 他一把接过了 环卫工人手里的盒饭 走进了便利店 将饭盒还给环卫工人的那一刻 这位男士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为环卫工人 能吃上一顿热饭 而感到安慰 为自己能提供帮助 而感到愉悦 看到他这样子呢 我快点吃完 最后那几口的样子 帮他去便利店那里问人 那不刚刚在便利店 热饭的过程顺利吗 顺利要一问人家就肯了 大家工作生活都不容易 然后就能办就办 无论是一句简单的声援 还是一些实际的帮助 都为环卫工人 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那么 在接下来的观察中 还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观察继续进行 我们的演员已经准备就绪 美女 能帮我热个饭吗 帮我热个饭吗 你一定给我热 我平时都是在这热饭的 你们老板也同意 你不在这热饭 人家可以热 你能放在微波炉 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去帮忙忙 因为我工作到现在 还没吃饭呢 争执刚开始 顾客立即注意到了 收音台的情况 住米色衣服的女孩 一直关注着这里 似乎有些愤愤不平 并与同伴讨论 他们会出手相助吗 帮个忙行的也很简单 就放微波炉 一两分钟的时间 就这么简单 一个人两三分钟 几个人都耽误了一周五 气到吃不下去饭了 这样吧 我嫌我不给热 我嫌我不给热 米色衣服的女孩 突然站了起来 她会怎么做 地花之秀特约播出的 你会怎么做 本节目由海乐 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帮个忙行的也很简单 就放微波炉 一两分钟的时间 就这么简单 一个人两三分钟 几个人都耽误了一周五 不行我不给热 不行我不给热 米色衣服的女孩 突然站了起来 她会怎么做 女生无可奈何 回到自己的座位 她的神情看起来 有些气氛 接下来 她还会有怎样的举动吗 与此同时 另一桌的女士 也开始关注收音台 所发生的事情 争执愈发激烈 红色大衣的女生 似乎有点按耐不住 这时前面桌的女士 说了一句 令人暖心的话 与此同时 红色大衣女生 站了起来 也许是前面桌的 这位女士 给了她足够的勇气 她打破了内心 重重障碍 来到了收音台 不许是担心 环卫工人 不好意思接受 他们的好意 红色大衣女生 主动将环卫工人 推到座位上 打包走 打包 这也吃啊 这也说得走的 这也说得走的 没事 没事 还你这种 这都那种 还你这种 还你要吃饭 吃饭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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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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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不长 但是每个人都深有感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开餐馆的 把打扫手我经常自己也会弄 但是对比这个简直就不值得一提 什么都要靠自民的共同维护的 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我们去每个人讲 还是要靠每个人内心自己散发出的一些 一个礼貌文明的东西的 广州因你们而美丽们 也许有人会说 清洁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每天成千上万次挥动手中的扫把 经历一年365天的日晒雨林 是怎样的一种简心 我们扫的是一个家 皇位公扫的是一座城 他们无愧于我们的歌颂 也更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尊重 今天这个简简单单的小体验 它的意义在于让参与的人懂得 这个城市会因为你我的互相尊重 而变得